今天呢给大家道道一点闲事啊 就是很多的话 有说空气湿度不够 喷水可以吗 答案呢是不可以 为什么这么说呢 老外一喷水不是能提高空气湿度吗 这个呢我不知道 无数次的跟大家是不是都这样说过 我说你这个脸干手干 你老是喷水有用吗 这是空气湿度干 你喷水你只是当时你给它稍微补充了一下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植物哈 不需要你老是去喷水那种给它补充 不需要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你像我们哈在整个的 在整个的花的养殖过程当中 几乎是很少去喷雾喷水的 主要是看空气的湿度 我们喷水的一个目的 也是为了增加空气的一个湿度 就像喷雾 我们也有喷雾气 是吧 会给整个大棚里面增加湿度的时候 会用一下 不是说直接就是天天没事 有些个老干部退休了 天天往那个花上喷水 尤其是养君子兰啊 百合啊 一些个天竹葵啊 那些开花的呀 劈头盖脸一对喷 喷完以后老花叶 我说咋了 我这个茉莉花怎么变色了 还变得紫红色了 我说你是不是喷水了 咦你咋知道的 我肯定知道 你这先没事就喷 先没事就喷 没必要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叶面施肥这一个事是可以的 但是呢 大家尽量的避开一些花朵 因为花朵这种东西呢 对于植物来说是它的一个生殖器官 如果说你喷了多了呢 就会适当的就是对它造成一定的影响和伤害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事 可以喷雾 好吧 还有一个呢 就空气湿度 你不能光单纯的靠这个喷水去解决 应该是提高整个的空气湿度 你比方说多弄几台加湿器啊 或者说模拟一个大棚啊 给它盖一下 这是花朵千万管住您那个手吧 别闲着没事 天天喷水了 还有养脱肉的也喷 你那就是 我那个都黑了 烂了 烂根了 天天直播间里面遇到这些个事 我说你少浇点水 少喷点水 能有这些事吗 植物任何时候 天天叨叨 干了这些 不干不交 干了 干了这些 不干不交 干透 听不懂 听不懂 你只有干一点的时候 植物 没水了 它自己就开始长根啊 它自己就找水去了 你以为 你以为 是吧 就给你教育孩子一个道理 它饿了 它 你做完饭 它不好吃饭 它饿了 它自己找吃的 翻箱倒柜 我跟你说 窗底下 它能钻得进去 只为了一个道理 行吗 所以说 别那么矫情 养个花就那么简单 也没那么难啊 多看我几个视频 你啥都明白 好了 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走了